调解团队对于钟女士和马先生的情感和财产都做出了分析 那么对于具体如何处理关系 如何分割财产 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呢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密室中钟女士首先表明态度 感情的事情不谈 就是确定 钟女士认为感情已经成为过去式 以后不再相互纠缠 现在只谈财产分割 此时另一边的马先生也表示 放下过往的情感 把钱分清楚 他依然坚持诉求 要对120万的卖房款进行分割 我的意愿就是等于说分成三份 小孩子一份 他一份我一份 一份四十万 直接用小孩子的账户立在那边 谁也动不了这个钱 那么钟女士会同意吗 如果说分三份的话 相当于你这边既可以拿到你自己这一份 也可以拿到你们赠予给孩子的这一份 但我觉得这样扯得很麻烦 这个孩子的钱怎么去掌控 很麻烦 我不想用这种方式 对我想这种方式 钟女士反对钱赋的分配方案 她提出所有财产两人兑半分 对于这种分配方式 马先生说出了他想要的数额 就算两个人来分也好 就算六十万 他当时有给我还了信用卡 还什么东西的 我该扣的扣掉吧 四十万 按理说 这笔一百二十万的卖房款要对半分 马先生本该拿六十万 现在他只要四十万 对钟女士来说是好事 可是钟女士却仍然不同意 这是为什么呢 据钟女士说 因为除了这一百二十万 还有其他一些账目要算进去 其中老家的房和车 前夫应该折算一半给他 约五万 离婚后 他帮前夫还债十万 从离婚到现在 孩子一直是钟女士在抚养 如果按每月三千元计算抚养费 到孩子成年 七年的总抚养费约二十五万 综上所述 从前夫应得的六十万卖房款中 扣除五万十万二十五万 这三笔款项还剩余二十万 我最多给他二十万 当律师邵家 把钟女士的算法转告给马先生后 马先生指出 前期提出的 他每个月支付三千块钱抚养费 这个数额过高 高与低 养孩子 真的是没有一个定数的 看你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水平 如果说你要去看最低的一个标准的话 在我们南昌 顶多就判到两千块钱一个月 当然了 法院他判的基础 他的目标是什么 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 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平均生活水平 肯定就不会考虑孩子的 其他的一些什么兴趣班 或者说你们还才学了跆拳道 刚刚他是讲的 马上中考了 教辅了 这些花费算不了那么清楚 从四十万 降到三十万 而密室中 当观察员武运告诉钟女士 马先生和大家都认为 他提出的抚养费稍微偏高的时候 钟女士突然情绪激动了起来 我要三千块钱生活费 我觉得都是我要高了 听了我这很稀罚你知道吗 是我们说评估当地的 符合当地的一个基本标准 所有的人都不建议我 我带孩子你知道吗 我真的带孩子这几年 我真的很难 我知道我知道 我娘家就老是看到我那么辛苦 所以她不让我带孩子 娘家人的声音 他们是出于心疼你 二十八万我去跟她谈 她因为她 再退一点吧 这退点是多少你觉得 就二十六吧 钟女士给出的钱 从二十万增加到了二十六万 吴运来到了马先生身边 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先生 那么马先生会同意吗 给你二十六万 你看你能接受吗 我不接受 我的底线最低要上市 三十万 一百二十万的钱在她身上 每个月的利息 都是八千块钱进在来赠 这个肯定是要翻过来的 密室中 律师邵家再次来到了钟女士身边 向她提出了一些折中的方案 该算的这几项都在这里 如果说你这个宅基地这些钱 你要跟她算得这么仔细的话 你这个抚养费的一个标准 她肯定接受不了的 这个车的钱跟宅基地的钱 就不要算了 就这样 把这个财产把它分割清楚 如果说你真的 这样傲在这里 她可以等这么几年 最终她去起诉的话 法院还要去追究 从你卖房的时候 你这一百二十万 或者说这一百一十万 在你手里面 你的理财 你的一个资金占用 它有损失 对不对 我就按照法院规定的年利率 百分之六来算 你一百万 你有六万块钱的一个资金收入 你这么几年 你要给她多少钱 这个你也要考虑啊 对你有利的 跟对你没有利的 你都要考虑 大家都抱着诚意来 各浪一步 那么最终 在财产分割上 钟女石口马先生 能否达成一致 给你开玩笑 你得一会儿